世界貿易組織第九屆部長會議 三號在印尼登場 本次會議將是多邊貿易運作的關鍵一戰 世貿在2001年起談新一輪的 杜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 至今因為會員國意見分歧而暫停 加上近年各地積極推動區域經濟整合 恰遷FTA削弱了WTO影響性 這次會議焦點將是重建成員 對WTO信心的關鍵時刻 經濟部長張家駐率團參加 並且發言立體WTO 從1947年內的GATT和WTO 大陸的GATT和WTO 都加上了大陸的經濟發展 也在2008年內的經濟發展 在2008年內的經濟發展 也在2008年內的經濟發展 WTO代表團大使賴信元領軍 立委團也不分藍綠 一起替張家柱加油打氣 WTO這個會議 事實上整個區域層 也算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雖然有部分 我們還沒有達到一個期待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今天 部長的領先 我們還是打開 世貿也通過夜門加入案 確認夜門成為新入的會員國 加上夜門之後 世貿組織會員國變成160個 張家柱代表致此時表示 這是相當令人鼓舞的時刻 新成員和世貿組織能夠彼此獲益 也期待與夜門有更緊密的合作